哈喽大家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NASDA指数 嗯 昨天呢 再一次的跌破这个52周的新低 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新的52周 新低 也就是我们时常讲的lower low 低低低 嗯 它上一次的时候跌破的时候呢 其实是曾经有一个反弹啊 这边反弹上去 你可以看到反弹的时候 其实它没有过这条线 这条线是我很久之前就画的 也就是从这个底 它没有过得到 然后呢 然后就去往下掉 而且是跌破这个底 新的底lower low 这个老实讲真的是空头 其实空头架构 也就是low lower low lower high 然后这边的都是一直很不可以突破这些 呃 全高 低呢也是越来越低 基本上是 如果你是 要做long的话呢 基本上是很难操作的 这个时候呢 只可以 只是可以 只是可以做short 呀 嗯 如果用这个科技股指数去看马来西亚的科技股呢 老实讲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 我还是继续看过马来西亚的科技股 嗯 嗯 NASDA老大哥已经是形成一个新的low low 但是马来西亚的科技股主市呢 还没有形成 呀 我觉得它很大机会会跟随这个老大哥的这个步骤 所以如果你要操作马来西亚或是其他 呃市场的科技股呢 真的是要非常小心 ok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我才是那句话 不要随便去接到 等到就是明朗了 才去考虑要不要去接 不非你是放空的 ok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